荷塘體獎 好 所以那個 荷塘體那個地方 從你做做 這麼高的獅底點覺也懂 所以 高的獅底在 他 喂 這好久 這樣 這樣 有聲音嗎 慢咳 慢咳 這樣 這樣OK嗎 好 這裡 這樣 後面有慢咳咳聲音嗎 有 有 有怪怪的嗎 有 有 蛤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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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 有 有 你幹嘛這樣 我不要這樣直接講 我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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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喂?這樣有嗎? 這樣有嗎? 好 這節課的進度很重要 它關係到斷場 有嗎? 快一點 讓你感受一下 骨皮效應 好 感激試題第一個 那個彎曲 突出的這一面叫順面 通常面對細胞核 凹進去這一面叫反面 順面這一面呢 通常可以接收來自於內直網的 運輸囊炮 反面這一邊呢 你現在看到一大堆運輸囊炮 這個是高基層體自己釋放出來的 你看好 然後密度越高 就代表這個高基層體越忙碌 這樣看齁 好 然後它的材料來源 那你往前追是那個內直網 再往前追是核糖體 對不對? 核糖體這地方補充一個資料 這我們將來會用到的 這次那個原核生物來不及考的 恭喜大家 這次大概已經是確定了 那原核生物的話 跟真核生物的核糖體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原核生物的核糖體比較大 比較重 比較重 然後 它是70S的 原核是70S的 就是這一顆跟這一顆 這個顆粒狀的構造呢 如果你去用離心的方式的話 它的沈澱係數 真核的是80S 然後原核的是70S S是沈澱係數 所以數字越大 表示它密度越高 在飾管裡面 它的沈澱的位置會越下面 所以越輕的東西 比重越輕的東西 它就會比較是離心之後 再偏向飾管上層 那數字越大 就偏向飾管下層 所以像細胞的那種東西 比較大顆 那它的沈澱係數就會比較高 這樣OK嗎 那功能變來說 當然就是拿來做轉譯 可是 做出來 這個工具本身 在不同的細胞 其實還是有它的差別在 那拆掉之後 更有趣的 這一顆呢 如果你把兩顆拆開 然後去做離心的話 真核的這個大的這一顆 大的這一顆呢 是60S的 然後小的這一顆呢 是40S的 然後原核的這一顆呢 是50S 小顆這一顆是30S 所以一個468 一個357 你看 很多人會覺得 60加40不是100 沒有 你的算數有60加40等80 相信我 它是比重 它不是質量 所以你不要讓物質不滅 說 啊不對 40加60是100 不過接下來 它是密度 它是密度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解釋 那高低視體製造出來的東西 這怎麼可以講 好 第一個可以用的地方 在於 如果這一些運輸能泡 這些運輸能泡當中 它現在包含了多種水減煤 比如說催化大白質分解 多糖分解 或脂質分解 甚至於是核酸分解的酵素 那你給它一個 比如說弱酸 痾酸性這個環境 那當細胞開始產生食泡的時候 對不對 食泡也是細胞裡面的一種構造 通常會這樣子 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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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這裡面的東西 它代表的是養分 那這個養分呢 通常是味精分解的 所以細胞呢 用這個方法 它先把它打包 然後送進來 對不對 那味精分解 對細胞來講也很難利用 所以這時候呢 就透過這些酵素 OK 容體呢 過來跟食泡結合 那酵素跟食物成分接觸 然後脆化這些食物成分的分解 對不對 所以等到食物分解成 單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 甚至於是含氮碱基 那這時候呢 再釋放出來 提供細胞去利用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高基試體的 運輸難泡的可能用途之一 當然 如果今天這些酵素 是留在細胞裡面使用的話 它就等同於是細胞的消化器官 那 有一些細胞 它是會把這些酵素 釋放到細胞外去使用的 比如說 我們的唾腺 對不對 唾腺不是會分泌 唾液、澱粉、酶 唾液、澱粉、醞 唾液 唾液的作用 空間在口腔 口腔是細胞內還是細胞外 然後你的胃腺分泌胃液 胃液含胃蛋白霉 胰腺 胰腺 胰腺會分泌胰液 那胰液的作用場所 是在小腸腔 我們整個消化道 是在我們身體內 可是它是在細胞外 所以這些細胞外的環境裡面 如果需要一些粉泌物的話 常常都是透過誰 透過高基試體 所以這裡面你所看到的泡泡 有一些可能是會被引導往細胞膜移動 然後到時候透過一個叫外吐作用的 將它分泌出去 但你可以把它叫分泌作用 釋放到細胞外去使用 所以高基氏體所產生的這些產物當中 就是可能像熔體留在細胞內使用 可能是一些分泌性的蛋白質 它釋放到細胞外去使用 這樣OK嗎 那扣除掉蛋白質之外 留意一下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它是高基氏體處理的 就是纖維素 纖維素基本上是 植物細胞在生產過程當中 因為它細胞會長大 所以你要增加纖維素的量 所以纖維素要分泌到細胞膜外面去 然後堆在哪裡 堆在它最早的細胞壁 跟細胞膜這個空間 所以堆的時候 隨著細胞長大過程 堆的厚度可能會增加 或者是它的總表面積會增加 所以留意一下那個纖維素這個部分 那高基氏體我們就到這個地方結束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接下來的就是那個功能面的這個部分 好就是 熔體 因為高基氏體就算切割了 我們接下來 從高基氏體之後來看 熔體除了當作消化器官之外呢 它另外一個 當細胞有一些構造在老化的時候 它可以幫忙做資源回首的工作 比如說立腺體 好 當立腺體呢 就是已經衰退不堪在使用的時候呢 熔體可以來幫忙把立腺體分解掉 OK 所以這樣的話可以維持細胞內的健康狀態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平常時候的用途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用途是 既然我可以只分解少數老化的包氣 那我可不可以把整個細胞給瓦解掉 所以當這個細胞已經老化 不堪在使用的時候 那我可不可以把整個細胞給幹掉 其實也是可以 好 但做法上就稍微特殊 因為你現在可能只是對 針對幾個立腺體去處理 那如果要瓦解整個細胞的話呢 做法上是這樣子 想辦法讓細胞裡面數量非常多的融體 一口氣破裂 好 因為你現在讓融體全部瓦解 裡面的酵素呢 就丟出來了 那裡面的酵素專門分解有機物對不對 那你酵素出來之後 請問細胞當中 哪裡沒有這些糖類蛋白質 然後算了維生素 維生素算了那個脂質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是一種細胞自我瓦解的方法 故事把它稱為叫細胞的自視作用 這是自我瓦解的這個行為 可是這個現象呢 發生在老化的細胞 我們還可以接受 發生在年輕的細胞呢 那就另有用途了 所以面前講那個胚胎發育的時候 對不對 人的手 我們手掌呢 基本上是先塑造出那個輪廓 然後呢 再做出細節 就是那個指勾 對不對 所以當初手的輪廓先做出來 我先讓裡面的骨架先長好 那問題是 我現在要把手指的細節切割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只好犧牲 這邊有骨架 這邊有骨架 骨架跟骨架之間 我要切割開來 所以只好犧牲這邊的細胞 對不對 那胚胎身上的細胞 是不是都還是很年輕 所以他們真的是被犧牲 那如果他們沒有犧牲呢 你現在手指變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 那個青蛙 它那個尾巴 從蝌頭變態轉變成青蛙的時候 尾巴要消失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它當初尾巴的細胞不肯犧牲的話 這個 就只講 再跟你講尾巴 那也是怪怪的 所以 那個尾巴那地方的細胞呢 也是一樣 就是自我化解 自我毀滅 不用擔心那個可以做資源回收 因為養分都還可以再利用 所以 溶體的用途裡面 不只是消化 它事實上 還可以作為多細胞生物在發育的時候 一個細胞的犧牲 所需要的工具來源 好 然後接下來 那個 比較 沒有圖的 因為都是黑白的 所以請看 衣炮 衣炮 唉 呃 好 再往前看 那個 六十一頁 好 接下來這個構造就有一點麻煩 因為 它裡面的成分 變化會比較大 然後而且會影響到它的名稱 好 我們一路這樣介紹下來呢 幾乎所有的構造都有提到 它是用膜做出來的 當中 當然比較特別的是細胞盒 用了兩次膜 對不對 那核糖體沒有膜 這是我們目前唯一 講到 不具有膜的構造 那我們所以 就 扣除掉核糖體比較特別 因為要先講 那我們現在先把那個 油泡泡的全部都解決 立腺體、葉立體 這兩個 要特別花時間解釋 所以下禮拜 有一堂課專門講這兩個東西 然後另外再一堂課 幹掉一之一 我們一路就 幸福了 是這樣 這第一次段考大家就課難一點 我也沒有辦法 好 所以第一個 液泡的其中之一 如果你現在發現有一顆小泡泡 然後呢 它裡面打包的是養分 我們就把它叫做石泡 可是這個養分的來源 到底怎麼打包的 有兩個殼質的方式 比如說 以前在講免疫的時候 不是有提到吞噬作用 吞噬作用 當細胞膜開始變形 去把細胞外的某一個大的顆粒 可能是細胞的碎片 也許是某一個特定的分泌物 對不對 吞進來 那裡面是有機物 我們就可以把它稱為叫做石泡 另外還有一個叫褒飲 這我們將來會再解釋它的細節 吞噬跟褒飲 這是第二次段考範圍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如果確定裡面是養分 你就把它叫石泡 如果你現在不是很肯定它的東西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就OK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中性的字眼 所以就把它叫吞噬小泡 強調的是它是吞噬作用所形成的一顆有膜包起來的構造 裡面一定有東西好的還是壞的不太確定 這個字就很中性 所以它可以包含那個石泡 這樣也沒有關係 這樣OK 好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你們比較熟悉的就是 植物的中央 中央大一炮 中央大一炮的話 當然我們從功能面來講 它佔了植物細胞蠻高的體積 對不對 體積百分比 所以 維持植物細胞形狀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外面要做一個框 就是細胞壁解決 對不對 裡面提供一個支撐的力量 看它解決 但前提是 你必須要讓中央大一炮吸 足夠的水分 對不對 它體積才撐得住 這樣OK 可是 現在問題來了 這樣一個這麼大的構造 它佔有植物細胞非常高的 體積當中 細胞子當中佔有相當高的這個比例 你放著它 不去做其他的用途 只為了支撐植物細胞的形狀 好像有一點空間上的浪費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對植物細胞來說 如果它今天有一些養分 需要一個流動性的儲存空間 OK 它就把養分丟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是養分的倉庫 OK 如果這個細胞 這個部位的植物細胞 它需要透過特殊顏色 來去比如說吸引動物 對不對 那這個空間這麼大 我色素丟進去 應該很醒目嘛 對不對 所以像花青素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花青素不直接參與光合作用 那所以比如說它可以用來吸引受粉者 那這樣就是一個用途 好 然後植物的話沒有排氣系統 對不對 至少沒聽過吧 可是植物難道都不會產生代謝廢物嗎 也會 所以植物產生代謝廢物裡面 比如說過多的碳酸鹽 過多的草酸鹽 對不對 好 那這些東西 既然沒有排氣系統 那只好用另外一個替代的方法 找個地方把它隔離起來 所以哪個地方可以放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它裡面放的 又有可能是過多的鹽類 或者是代謝廢物 要往裡面堆 對不對 好 所以等它堆久了 這個細胞就死了 然後 所以如果堆久了 那大部分植物細胞都撐不下去 這個植物就死了 類似像這樣的 好 所以中央大衣炮 又有可能是植物的垃圾掩埋場 所以它既可能是養分 也有可能是代謝廢物 或過多了眼淚 也有可能是特殊用途 放花心素等等 這樣可以想像嗎 這個空間這麼大 能利用一下 當然是利用一下 所以它成分就很複雜 然後接下來 講那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伸縮炮 看前夜 那個 衣炮的前夜 那個是六十幾 六十嗎 六十一下面 看草綠蟲 草綠蟲的頭尾 各有一顆伸縮炮 伸縮炮的話 你從它的名字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可以有動作 然後它的動作方向是 收縮的時候 伸縮炮 中間留下一個小圈圈 周圍有很多的輻射管 好 利用這個方式 當水分開始逐漸的滲透進來之後呢 它就把這些水分或過多的原類 往中間集中 好 所以原來中間是一個小圈圈 等到它吸飽水分之後呢 小圈圈變大圈圈 好 周圍的輻射管呢 就變成是短短胖胖的 可以想像嗎 好 這接下來問題來了 那為何要做這個動作 以草綠蟲來說 它是原生動物 主要生產環境 通常是出現在淡水 然後很不幸的 它的細胞質 常常是比它所生存的環境 那個淡水 還要來得濃 所以滲透的方向從哪邊跑 從外在環境 跑到細胞質當中 所以細胞質是會被稀釋 問題一 問題二 所以如果說 細胞質仍然比外面的淡水環境還要濃 所以這個滲透的狀態 是不是停不下來 因為水是被動擴散 對不對 被動運輸 所以你現在水不斷的進來之後 有沒有可能達到一個階段 然後那個細胞在撐不住 所以它可能會漲破 所以它就開始用這個做法 用這個集中管理 把那個過多的水分集中在這個豆罩裡面 就是生存泡裡面 所以等到它收集到一定的水之後 問題還是在 對不對 然後這個生存泡 它有一個地方 跟細胞膜是接觸的 這接觸的地方有一個活門 所以等它收集到足夠多的時候 開始用消耗能量的方式收縮 那這收縮的時候 透過這個活門 一口氣把水送出去 所以一收縮就回復到這個狀態 又開始繼續收集水分 然後一直吸到吸飽了 然後再把水分一次排出去 另一個方式 來維持它細胞質當中的正常狀態 這是它的宿命 沒辦法 因為滲透作用的關係 所以只好用一個 這樣這樣方式 其實也是比較有效的一點 這個是有代價的 就是你要消耗能量 所以淡水滲透的現象越明顯的時候 這個生存泡的活動狀態 基本上是越頻繁 而且它這兩顆一頭一尾 這顆剛剛完成收縮的時候 這顆剛好是水分吸到最飽的時候 這顆開始收縮的時候 這顆也正在收集水分 所以它兩顆通常剛好是交叉 一個在擴張一個在收縮 這個在擴張的時候 這個在收縮 所以這頭尾 另外你會發現有一個很特別的 超粒桶有兩顆細胞核 一個大核 一個小核 一個負責身體代謝 一個負責繁殖 這又是另外一個特殊性的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有關於液泡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 有一個特殊的構造 再翻到後面的過兒 62頁 61頁 超粒桶上面的過氧化小體 過氧化小體是解讀的工具 因為細胞裡面 當初那個耗氧性生物 像我們 在從二十幾億年前起源的那個年代裡面 就有一個宿命 就是因為我們要利用氧氣的關係 所以在有幾乎的氧化過程 會附帶的產生像過氧化氫這種 氧化力很強的代謝廢物 這種東西它在細胞當中很容易去破壞一些細胞的重要資源 或者是成分 尤其是它過氧化氫變成是醬這種東西的時候 還蠻可怕的 就是氧 帶有不成貴電子 但是氧化的力會很強 那這個問題要解決 所以我們從後代 就是當初那個耗氧性生物 起源的那個年代 一路炎化下來 它總是留下了很多後代子孫 包括像我們也是 對不對 我們需要氧才能夠生存下去 那這後代子孫當中 這個就演化出那個能力不同的狀況 像我們的抗氧化能力就不是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借助很多資源 所以補充足量的維生素 像維生素C跟E 都是號稱有抗氧化的功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找維生素C跟E 給它當作犧牲品 所以你知道膳食當中 能夠補充足夠的話 通常可以解決掉一些抗氧化的這個問題 可是你自己還是要清除掉一些 所以就用那個過氧化小體裡面的過氧化氫酶 它就可以吹化過氧化氫加速分解 然後因為分解之後就是水跟氧這個問題 OK嗎 如果只靠酵素不足的話 那你可以善用這種抗氧化的物質 比如說維生素C、維生素E 對不對 然後它當犧牲品 讓它去跟這些高氧化能力的化合物去反應 然後讓它分解掉 然後這個時候基本上 它的氧化力降低 就比較不怕它破壞這個細胞了 所以我們算是能力比較差的 能力比較好的像什麼 像植物 就有一些生物的 這個耗氧性生物 基本上它發展出來的抗氧化能力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在營養健康食品上面 不是在強調說 這個東西是萃取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它有很好的抗氧化能力 其實就是在強調這件事情 所以過氧化體留意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今天的重點 剩下20分鐘的重點 好 要講的東西通通都沒有膜 然後請翻到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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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屆 細胞骨架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講那個 細胞膜附近 不是有一些膜蛋白可以去固定細胞骨架嗎 對不對 所以細胞骨架到底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第一個重要性在於 你去回想一下 當年在國中課本裡面 應該曾經有畫過 紅血球放在高鹽份的環境當中 它不是會萎縮 你們當年課本怎麼畫 那個萎縮狀態的紅血球 是有皺嗎 沒有 應該不是那種 應該是那種 有一點突出去 如果它是用 真子的紅血球去模擬的話 覺得你會發現 奇怪 它不是萎縮 它怎麼萎縮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會突出去 再多畫幾個就變海綿寶寶那樣 有沒有 你變成這樣 為什麼這樣子畫 OK 只起一個 它不是亂畫的 好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它們去看動物細胞 植物細胞泡在清水當中 它會吸水 會不會過 不會 因為它有框 那個框會限制它膨脹的程度 動物細胞呢 會 可是 你去想喔 如果磷子 如果磷子分子 真的只是靠在一起的話 那也就是說 細胞膨脹到一定的程度 磷子分子之間的距離被撐的過大 是不是可能會造成 瞬間細胞膜瓦解 那如果水分滲透的效率很好的情況之下 你一把動物細胞放到清水裡面 細胞破掉的那個速度 就是反應的時間應該很快 可以記嗎 因為表面積還算大 對不對 所以你把動物細胞直接放在清水裡面的話 應該會很快吸水 然後就破裂 可是我們發現 動物細胞放在清水裡面 沒有 就是它那個破裂的發生時間 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快 所以很有可能 一個解釋的方向是 會不會動物細胞內部 有一個狗固細胞行動的方法 這樣OK嗎 所以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一招是這個樣子 這是細胞核 有人去做那個螢光染色很精彩 但那張圖片我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所以沒辦法讓你們先上 你們去網路上找找 可能還是找不到 就是細胞股價總共有三種成分 那表格裡面已經整理好的 先先沒事把它背一背就可以了 它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都是絲狀的蛋白 按照直徑分成三種 圍管、中間絲、圍絲 那要鞏固細胞的形狀 除了植物細胞用細胞壁 外在用細胞壁 內部用中央大翼炮之外 其實動植物細胞有一個共同的方式 我現在從細胞核這個附近 開始形成骨架 作為基本的支撐 那這樣的話 我就撐起細胞的基本輪廓了 那因為細胞核附近的空間大 沒有細節要呈現 什麼叫細節要呈現 你現在往下看 最下面那個是肌纖維 骨骼肌 肌纖維裡面的一些絲狀蛋白 平行動海列的 然後翻到下一頁左上角 看出這個細胞吧 小長的絨毛、扇皮、細胞 你看上面是長腔 然後這邊能夠做出微絨毛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叫特殊 你去想像 細胞很小耶 只有微米極 這麼小的一顆水珠 如果按照表面張力來說的話 其實它最自然的造型應該是這樣 所以當你想要把一顆水珠的表面 弄成這樣子 或 這樣子 那就要有特殊做法 OK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需要在細胞模 去做一些特殊造型 對不對 按照流體相牽模型 直雙層的流體性 再加上這顆水珠的表面張力的特質的話 球形應該是細胞最自然的狀態 那你要做這樣或做這樣 你就要有特殊的做法 那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讓細胞做這些事情呢 因為這些細胞骨架 它不只會分佈在細胞的核心區域 它還會分佈在細胞膜 我只是在形容它的分佈 大致的層次 然後中間 再穿插一些過度區 所以我們就用這三個基本層次來談 細胞骨架在細胞裡面的大致的安排 外層貼著細胞膜的常常是微濕 那如果大家講的 比如說微濕在靠近細胞膜這個地方 它密度比較高 因為它負責做細節 然後呢 接下來底下是過度區 它就用中間濕 那細胞的核心區域就空間大 所以不需要不要求細節 不要求細節我在這個地方放什麼 就可以放微管 好 所以你現在融毛上皮細胞 我要形成微濕毛 微濕毛所以你看那個電子顯微鏡的圖 這個圖超漂亮 有沒有 你看看 把細胞膜撐出去 那裡面主要是放什麼 是不是就是放微絲 有沒有 好 所以 我在微濕毛裡面去放微絲 然後微絲的下面去放中間絲 然後再往下放什麼 放微管 這樣我就可以做出細胞表面需要的細節了 你看那只有用到這個用途嗎 不只 好 就是細胞骨架的用途 遠超過我們想像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指是說 維持細胞形狀裡面 扣除掉植物細胞太明顯了 你就要考慮細胞壁跟中間大一炮之外 動植物細胞這個共同的資源 就是細胞骨架 其實它在從細胞內部維持細胞形狀上面的貢獻 非常重要 可是不只是這個用途 好 今天呢 我可以在細胞核的附近 騰出一點點的空間 然後讓這邊的尾管 排成這樣的造型 所以我以前有畫過 跳一下嗎 我以前有畫 應該高一的時候 有畫過 中心力 的細節 你現在順著一個 這樣遠遠的輪廓 拜拜 畫一個代表就好 因為太花時間了 我現在 每三條尾管為一組 總共九組 那所以就排出一個圓柱體 這個就是一個中心力 兩顆垂直 然後再加上周邊雜亂的尾管 就形成中心 動物細胞的特色 但神經細胞沒有 目前我們當然懷疑這個東西 它跟細胞分裂有關 其他的功能還有待澄清 但從組成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細胞骨架的其中一個環節 所以這些都是私重蛋白而已 就沒有那個脂霜層的問題 我們前面大家唯一遇到的就是核糖體 用的保養類跟蛋白質 與組成分所構成的這個顆粒狀構造 那扣除掉這個之外 那還有什麼樣的用途 這個東西後來要再配合細胞分裂之前 要做什麼事 中心力在細胞分裂前 這一顆還要再做出它的垂直的 這一顆要做出跟它垂直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不是有兩組了 然後一進入分裂期做什麼事 一進入分裂期 中心體往細胞的兩極移動 仿錘絲形成細胞核 放到哪裡去 細胞核是不是瓦解了 暫時那個形狀消失 對不對 遺傳物質沒有消失 好 那仿錘絲的出現是為了提供二分體附著 那當初細胞核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細胞核不見 可是仿錘絲本來沒有 對不對 仿錘絲本來沒有 甚至配合細胞分裂的時候才出現 所以仿錘絲那裡蹦出來了 結果發現原來 如果你讓原本這些排列極度沒有規則性的尾管 它其實是用小單位的東西串連起來的 你把它拆掉重新組合 組合的時候以這個方向去排 所以仿錘絲也是尾管做的 但是它只有在細胞分裂時期才會出現 一條一條叫仿錘絲 整個叫仿錘體 中心體的附近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常常會看到一些輻射狀的尾管 我們就把它叫做仿錘體尾管做的 原來這個構造蠻麻煩的 再下集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更有趣的來了 吞噬作用裡面 它牽涉到一個 我要把細胞的這個地方突出去 那多突出去幾個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邊突出去,這邊突出去 這裡有一個顆粒就可以把它打包 是不是就可以形成石炮 代表是細胞是刻意、主動、變形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這麼精準的 可以讓細胞子往這個方向流動? 好,那所以我們看它的細節 原來的細胞骨架呢 我可以鞏固 細胞膜 好 所以這個是原來細胞膜的位置 好 然後底下呢 基本上有很紮實的細胞骨架 撐住細胞的基本輪廓 好,所以你現在想像 我呢 把這邊的細胞骨架分解掉 所以整個周圍的牆壁 這邊是不是變弱 OK 液體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液體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原來呢 當牆壁都是很堅固的時候 這個液體往哪個方向推 都是力道都是均勻的 現在突然間有一片牆壁變得比較薄 所以這邊推出去的效果是不是就比較明顯 好 所以這時候呢 細胞膜就被往外推 好,一推出去之後 幹嘛? 一推出去之後 趕快把形狀固定下來 我們的目標現在是希望 它往右邊移動 整個細胞整體往右邊移動 那細胞子就要往這邊移動 一推出去之後 趕快把旁邊這邊的 細胞骨架建立起來 那這邊是移動的方向 所以允許這邊維持薄弱 對不對? 可是你細胞子的體積 假設是固定的話 細胞子往這邊流到 所以這邊需要那個細胞子 那這邊體積不就減少 對不對? 所以還要再同步做一件事情 現在呢 原來 細胞骨架在 分佈在這個地方比較紮實 沒關係 我現在呢 前面往外推 這邊內縮 所以能重新在這個地方 建立新的細胞骨架 然後把這條線 往裡面移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外推 這邊內縮 對不對?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 你甚至於看到整個細胞移動了 這個東西叫做 位阻 位阻在形成的時候 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 它可能正在進行 吞噬 第二個 它有可能是在進行 變形蟲 運動 包括連肌肉細胞也是 肌肉細胞 你剛剛看到有一張圖 一大堆平行排列的這個纖維 在五十四頁上面那邊 有更清楚的細節 肌肉細胞裡面其實很多這種 絲狀的蛋白 然後它平行狀 為什麼肌肉細胞可以產生 那個細胞縮短的現象 它就是改變這些平行纖維 它的重疊的比例 然後就可以營造出整個肌纖維 它的縮短的這個現象 對不對? 而其中肌肉細胞裡面 跟細胞骨架 有關的就叫做 細肌絲 它有兩種 一種是粗肌絲 一個是細肌絲 細肌絲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細肌絲就是 維絲 當然你以它的成分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激動蛋白絲 因為那個組成成分蛋白叫激動蛋白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叫激動蛋白絲 那粗基絲不是喔 粗基絲是屬於那個細胞自己的特殊需要的 我列在細胞骨架的範圍裡面 但概念上很像 它也是濕狀的這個蛋白 所以這樣講下來 你可以發現它牽涉到不少事情的 好 這你可以自己去想像 真的沒有空講了 動物細胞在分店的時候 最後一道手續 當你把遺傳物質分成兩份 最後一道 最後一個手續還記得嗎? 遺傳物質分成兩份之後 警戒得是不是很快 開始建立兩顆新的細胞和的合模 下一步咧 公用細胞分裂的那個外型的特徵是什麼? 它不是會產生 分裂高 有沒有 為什麼細胞骨會陷下去 感受到細胞骨架有在做事情的 聽了嗎? 你要去帶細胞膜 我剛剛講嘛 細胞膜是飄在一顆小水珠表面的球 假設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那個地方陷下去 細胞骨架當然要做一點事情 才能夠讓它產生內縮的現象 所以細胞分裂這個動作 細胞骨架有產 才能夠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是一個細胞子當中非常基本的材料 對不對? 所以細胞要做很多這樣的一個形態上的變化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需要它 那特殊的不是形態的問題 就是說中心體 它是跟那個 仿錘絲等等或新狀體的形成有關 它主要參與的是細胞分裂這個動作 對不對? 那仿錘絲的形成是為了將來能夠幫忙做那個染色體的分配這個動作 這樣OK嗎? 好,這個就是細胞骨架 很重要 好,所以這個地方 核糖體沒有膜 對不對? 細胞骨架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也沒有膜 對不對? 談中心體 中心體基本上跟細胞分裂形象有關 它是用細胞骨架的圍管做的 對不對? 仿錘絲也是用圍管做的 好,那接下來 跳回到前面 我們一開始有一個地方先跳過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交在細胞內 那現在細胞外呢 有一個東西也不是膜 就是利用纖維素做出來的細胞壁 細胞壁要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有一些植物的細胞壁是這樣子 我現在呢 就是細胞膜 然後 這個細胞呢 它只需要一個基本的框框 所以它就維持 簡單層次的細胞壁 這個就是薄壁細胞 對不對? 可是還記得 圍管樹裡面像木植部的管子 它的細胞壁是強化過的 就是有刻意增厚的 所以當植物細胞的細胞壁要加厚的時候 受到生長激素的作用 它現在要生長的時候 假設有一個細胞現在要讓它長大 然後 白色的線代表細胞膜 然後 這個是代表細胞壁 好 所以細胞要長大 首先第一個遇到的困難是 框要先出去 框不出去 細胞長不大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植物細胞就開始用一個方法 在細胞壁這個地方 加一些酸 讓這個酸呢 去讓纖維素有一點鬆鬆的 趁著那個細胞壁的纖維素 排列有點鬆鬆的時候 趕快細胞吸水 然後 漲大 然後趕快把細胞壁往外推一推 然後 推出去之後 整個輪廓就加大了 趁這個時候再生長 好 可是如果你細胞壁要加冒呢 那這時候 還要有一個特殊的需求 你那個框呢 跟細胞膜之間 不只是推出去的問題 你還要在 最早最早 黃色代表的是 它最初細胞分裂的時候 所擁有的細胞壁 你現在把細胞壁推出去之後 還要在細胞膜跟細胞 然後 原來的細胞壁之間 加入更多的纖維素 甚至於是其他的材料 比如說木質素 然後 塞在哪裡 塞在細胞膜 跟最早的細胞壁之間 那後來它整個細胞壁的厚度 就從這裡算到這裡 這個是它後來的細胞壁厚度 這種就是厚壁細胞 所以細胞壁有一個 如果植物細胞 像薄壁細胞 它只有這個基本層 我們就把這種 叫做出生壁 當一個後壁細胞 細胞壁有刻意加厚之後 它最後有兩個層 可同的層次 除了最外面的出生壁 它最早擁有的那個細胞壁 跟後來加進去的 那個顯微鏡底下 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那個圖 那個是電子顯微鏡沒有錯 事實上你不用電子顯微鏡 你一般的光學鏡 光學顯微鏡 你只要材料找到合適的 你那個光圈跟亮度調得好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除生壁跟次生壁的差別 那個層次是看得出來 連光學顯微鏡都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細胞壁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框架 但如果有些特定的植物細胞 它可能 像牧植部的細胞 還有知識組織當中 還記得嗎 有明顯次生壁 或是次生壁很厚的 像什麼 像石細胞 有沒有 知識組織裡面的石細胞 跟纖維 這兩種細胞的細胞壁 是超級無敵的厚 真厚到最後 它會因為這個細胞膜 甚至於只剩下這一點點空間 它的細胞壁厚度可以這麼厚 這種細胞就活不下去了 我們一般講說 那個細胞壁的成分纖維 對於物質沒有影響 那個前提是 你不要太厚就沒有影響 當你的牆壁的厚度厚到這種程度 就算你沒有動 那你物質要進進出出 還是會造成明顯的障礙 所以像纖維跟石細胞就死了 因為它細胞壁的增厚幅度 真的是太誇張了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植物細胞 它沒有像微血管這樣的等級的構造 可是 它有一個植物的動物細胞所沒有的特質 當兩個細胞之間要交流物質的時候 它們建立一個比較特殊的管道 一樣黃色代表細胞壁 那我現在只看左右兩個細胞交界處這個地方 植物細胞會直接將兩個細胞給打穿 然後細胞抹相連 細胞抹相連 我們畫的是平面 那你要把它想像成立體 所以它是在 這是一面的牆壁 那這個牆壁的這個範圍 這邊有一個細胞 內裡面有一個細胞 這個區域是兩個細胞接觸面 我在上面去打動 正面觀 側面觀 所以這個管道呢 它可以允許兩個細胞之間直接交流細胞 交流到什麼程度呢 我的核彈體你可以拿去用 跨張一點的情況 你的立腺體可以跑過來 你看很方便喔 所以一般植物細胞因為這種關係 像薄壁細胞就很明顯 它的細胞質根本就是共同流通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共質細 因為細胞質共用 就是可以直接交流 那這樣的一個管道 我們就把它叫做原生 然後這個是細胞膜外 不牽涉到膜的部分 細胞膜內 沒有膜的構造 就是核彈體沒有膜 中心體沒有膜 或者細胞骨架沒有膜 其他東西到目前為止的介紹都會膜 OK 這樣我們就只剩下 驗涉體 理解體 然後再加上一子液的部分 這樣下禮拜 理論上應該順利可以上來的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 沒就太好了 好 拜拜 謝謝 在 diesem場面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